本周六,2024赛季的中超联赛将落下大幕 不过,未雨绸缪,绝大多数的俱乐部已经开始着手 为下赛季的阵容搭建开始做准备了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与合同到期 且俱乐部还希望留下的球员来商讨续约事宜 就是按照目前我看中超俱乐部的习惯 每年和球员签订的合同 时间基本上都是自然年度为结束 也就是12月31号作为终止 所以说你看联赛又是在11月初结束 所以说到目前至少到现在来看 中超各大俱乐部有很多重要的球员都没有完成续约 这也是各大俱乐部 所以他因为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是吧 那么德转转会市长显示 中超今年有超过200多名球员 合同将在年底和明年年初到期 基本上就12月份和1月份 不过考虑到续约工作 一般属于商业机密 外界很难掌握的最准确的信息 而且信息刷新更新也有周期 因此这个数据与实际情况肯定是有些出入的 比如说参加本赛季亚冠联赛的海港 神花 泰山和浙江队 这四支球队都有多名的核心球员 合同是年底到期 但考虑到他们要踢跨年的亚冠联赛 就不排除他们的区别工作 其实已经完成 就差数据更新了 所以这方面我们不可能了解的更为细致 当然 其中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亚冠的四队中 合同即将到期的球员存在 以自由身转回到其他的亚冠球队的这种可能 还有在足协针对职业联赛 这个假赌黑这个问题的处理 尤其是涉事俱乐部这个层面上 这个处罚目前还没有完全出炉 大家也猜测 很多俱乐部可能会发分 也有的俱乐部可能被勒令降级 那么劳资双方在续约时 都会非常的谨慎 到底最终会怎么样 俱乐部到时候肯定会有些应对的预案 但这个预案现在又不能够提前启动 是吧 除了中超亚冠四队之外 其他的中超球队也有多名有实力的 这样的本土球员 甚至是国药级的球员 与俱乐部的合同是到年底到期 虽然随着联赛结束 中超各队都将记录到的是什么 漫长的假期 但各家俱乐部目前都在密切关注 这些球员的状态 无论谁都不想错过 捕获自由身大鱼的这种机会 尤其是已经确认冲超的云南育坤 确认冲甲的广州报 都是有钱 可以迅速的补强 尤其他有极强的这种补强的欲望 其实这两个球队都是希望明年有所作为的 云南育坤希望不仅仅是要站稳脚跟 还要更进一步 而广州报呢 他想法是什么 明年一定是奔着再升级这种准备的 所以他们呢 就是招揽球员 这个吸引力呢 还不小 确实俱乐部 那个回头一看看这个身后的这个资本情况 是吧 对于很多的老将 30岁以上的 正当打的 有实力的老将 非常渴望 就这一份的肥约 大家说是不是 那个 接下来吧 我觉得今天呢 我就想捋一捋 就是今年啊 有可能年底成为自由身的 这个后上球员 就本赛季啊 成都荣誠的表现不错啊 目前球队啊 已经是锁定了 本赛季中超第三 同时也获得了下赛季 亚冠联赛的资格 是吧 这个 最大的可能 还有打这个亚冠金联赛呢 不过啊 转回市场 我看也显示啊 该队呢 也有13名球员 那尚未许悦 你看包括 29岁的甘超 33岁的买提江 28岁的杨凡 27岁的吴雷 和34岁老将唐淼 还有大连球员 董延峰 28岁了 还有29岁的杨一鸣 包括啊 这个有可能退役的 39岁老将 这个刘涛 是吧 坊间呢 就有消息说啊 甘超 唐淼 杨一鸣啊 这些球员啊 续越进展呢 是比较的顺利 而其他 悬而未学的球员呢 要不就是本赛季出场 时间有限 要不就是啊 俱乐部有意啊 就是 就是清掉了 让这个不在俱乐部 迷人计划之内 与此同时呢 目前啊 程度中程 已经锁定了 下赛季的压关资格嘛 球队啊 肯定是希望 尽快的实现什么 图顾纳心 通过这个 这个续约调整这方面 进行阵容的升级 必须充分把握和利用这个 冬季的这个东窗吧 这个转回窗口 来补强球队的一些短板 要不然明年压关比赛 你怎么办 而且呢 如果上海海港 夺得了联赛冠军 是吧 那么再夺得足够杯冠军 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 程度中程 就要打压关精英联赛了 里面的对手就更强 所以球队呢 就势必然 必然要补强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毫无疑问 今年这个东窗 程度中程 将是对实力派自由身球员 最具吸引力的球队之一 咱再看谁啊 看看北京国安 河东啊 即将到期的后场球员 有谁啊 36岁的余大宝 35岁的王高 31岁的李可 35岁的张成栋 35岁的石中国 和26岁的百扬 21岁的杨昊成 这个关于队内啊 老队员的续约问题 北京国安的老总李明 就表示 他们是很重视 具有国安传承精神的球员 无论是留下来 从事教练或者管理工作 他们都会跟球员深度去沟通 对有些可能继续比赛的球员 那我们也在沟通 就讲很清楚 退役了 给你安排一些合适的工作 是吧 想继续比赛 咱们看一看 符不符合拒终部的需求 符合了 咱们接着一块玩 不符合的话 那么咱一拍两三 对不对 是吧 你想想啊 这个 你看这个国安呢 我觉得 我记得 我记得 今年九月份的事 当时 就是国安队成都荣城赛后 余大宝在社会媒体上就晒出和队友张成栋 张细哲 侯森 雷里 以及前队友何大成的合影 让目前呢 何大成啊 在荣城单人助教 余大宝呢 在社会上配分感觉到时间都去哪了 有没有点寓意呢 只是一种猜测啊 河南队中啊 现在你看 顾超啊 顾超就38了 这个丁海峰是33 但是他是从天津租界来的 李松义31 贺冠是从海港租界来的31 是吧 再就有柯昭35 还有23岁的刘一新 这六名后场球员呢 是年底合同到期 我觉得老将顾超 今年年初呢 能够聚勒部续月一年 不过他本赛季出场时间 我仔细算了一下 也就是260多分钟 基本上已经确定 他的职业规划就是啊 退役后啊 留在河南队啊 当教练 或者是啊 参与球队的清训 基本上我觉得他 这赛季结束了 也就退了 那么长城亚太当中啊 你像中后卫啊 孙国梁 这都33了 圆敏成是29 贺一然是19 边后卫呢 廖成坚30 磊申元是27 这个崔奇呢是27 这些呢 你看岁数都相当 都是挺好 合同即将到期 其中呢 圆敏成 廖成坚和这个 李申元都是主力球员 贺一然是球队重点培养的 我觉得对于 长城亚太太说 保机之后 也必然要考虑球队 新陈代谢 中后场队员 要率先进行年轻化 要不然 这个 跟不上啊 这个更快的节奏啊 是不是 现在你看多少球队啊 打得怕更加向前 五岸三镇呢 他队众当中啊 像任航 江志鹏 刘一鸣 张晓斌 何超 这五名后场球员呢 何能到期 其中啊 张晓斌 江志鹏 任航 何超啊 都是本赛季的主力啊 而且呢 你想啊 咱们之前也说过 就是五岸三镇 运营资金呢 不足 存在欠星问题 现在呢 又是存在国际 转会禁令 大概率的情况下 这些球员 何能到期 基本会走了 而且呢 这个包括前场的 加一块十好几人 甚至说球队当中一些 这个 核心球员 那也有可能啊 这个 和俱乐部啊 提前终止合同 也会离开 那么明年的 武汉三镇 就即使啊 这个 生死十四五 这两个月 搞定了 这个准入的情况 也就是把这些 欠薪官司都搞定了 那么明年 必然要依托 对中的这些小孩 二十三岁以下的 甚至说 可能有几个老将 也就是不到三十岁的 你像刘若凡他们 陶枪龙他们 然后呢 带领谁啊 球队啊 用一些 纪念一二一的一些小将 可能在 补点外援 也或是 现在的球外援 刘勇 就基本以这样的班底 这是很大的可能性 仓中雄师的情况 十分特殊 根据转回市场 提供的信息 除外援 埃威尔 权力合同 即将在 二零二四年 十二十二一号到期 几乎是 全援 面临 续约的问题 你看看 特不特殊 其中啊 后上去援 你像 杨云 郑达伦 燕子豪 后腰位置上的 郑凯木 王鹏 胡佳丽 朱月 和孙明前 就是 仓中雄师呢 目前也面临了 巨大的财务压力 本赛季呢 还爆出了奥斯卡 欠新的问题 奥斯卡不单方面 和球队解约了吗 休赛季啊 球队人员流失的 可能性很大 而且现在来看 这个球队 明年怎么玩 我觉得都是一个 未知数 青岛西海岸的 中后卫 孙杰 杨博宇 金杨阳 当然金杨阳 是从生花租过来的 包括还有那个田勇 别号卫方面的 赵洪略 葛震 还有这个 朴世豪 陈宇昊 还有那个张修为 合同都将到齐 我觉得随着青岛西海岸 在俱乐部 第一个赛季啊 就是能够 这个稳步前行 尤其是 少家一来之后呢 能够成功保级 那俱乐部呢 也获得了 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我觉得与核心球员的 续约啊 压力不大 在这个中超 七分榜中下游啊 这个为保际而战的 梅州客家 这个有九名合同 即将到期的球员 包括像 35岁的陈杰 35岁的史亮 还有边后卫上的 饶伟辉 这个陈哲超 我觉得其中啊 这几个35岁以上的老将 陈杰啊 史亮啊 饶伟辉 虽然本赛季啊 依然半领了重要的角色 但我觉得 他们能不能够留队 甚至说愿不愿意留队 都很重要 在于球队啊 能不能够继续运营下去 是吧 如果降级的话 我觉得这些老将 可能还真是会坚守在球队当中 就看球队需不需要 啊 青岛西岸案当中 我看啊 现在也是好多老将 本身青岸西岸 整体队伍就是年龄老化 都是30多岁的 你像这个马姓玉 是吧 龙威 这个沙一博 啊 还有那个宋龙 许东 那包括这个王健明 这个六名后场球员呢 是合同到期的 呃 深圳西丰城啊 队伍当中 合同即将到期的后场球员 有 朱宝洁 我现在看看 哎呗 朱宝洁也35了 还有那个张玉东啊 32 田一农也33了 中后卫的俞瑞啊 宋岳 这都32了 还有那个王浩 是吧 当然王浩是从生花租来的 好像边后卫的李志啊 王乔 是吧 这也都是30上下的球员 已经提前降级的南松之云 啊 有后卫刘伟 梁绍文 当然梁绍文好像是从北京关租进来的啊 边后卫的蔚来 那这三名后场球员 合同到期 但未来啊 只有27岁啊 所以这些球员可能还有用 是不是 其实啊 从中超告别金元时代后啊 我就中超各家俱乐部都在缩减投资 以往啊 挥霍支票 到处去招揽人的情况 肯定看不着了 劳资双方啊 对于签订合同啊 都是非常谨慎 而且现在呢 这个 很多俱乐部运营也不是特别的稳定情况下 包括很多球员 也不愿意签大合同 除非你那些运营特别稳定的俱乐部 中超的这种头部的几个球队 他才能够啊 有球员 有意愿和他们签长合同 甚至说 他们也愿意用长合同锁定一些 有价值的 这种国角级的这种中间型球员 所以说 你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于那些啊 有理想 想继续提升自己的球员来说 一直内外环境相对稳定 这个氛围积极向上 有职业发展前途的球队 肯定啊 就比工资更有吸引力 当然啊 这样的俱乐部啊 其实工资也不差 是吧 你看 包括金门湖在内啊 其实绝大多分的俱乐部 工作重心 依旧是在最后一轮上 球员续约的工作 肯定等到赛地结束之后 才全面开展 基本上你看啊 连赛一结束 让队员都放假了 这时候俱乐部的重心 就是赛季扫尾 而且呢 开启这个续约谈判的工作 球员引进呢 这个各方面呢 很有可能啊 到年底 才开始真正的动起来 就是先续哪些人 续完之后呢 再去哪些位置上需要补墙 然后呢 再上市场去找 是不是这么个点 大家看看啊 我就给大家从后场 先捋一捋 咱们择期啊 再给大家捋一捋 前场的球员情况 谢谢大家